本报驻印度特约记者刘凯本报记者王潘潘,据法新社28日报道,美方27日在联合国,安理会赞巴要求,将穆海默德军同木马苏德,列为恐怖分子的决议草案。 报道称,此举获将引发中美间的潜在外交冲突,因为本月早些时候,中国刚刚在安理会下属的1267委员会,隔制了有关列宁请求。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28日表示,美国上开1267委员会,直接向安理会提出有关决议草案。 这种做法,不利于有关方面对话协商解决问题,削弱了1267委员会,作为安理会主要反恐机构的权威性,也不利于维护安理会团结,只会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。 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部主任前锋。 28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,美国在联合国提出马苏德列宁问题有三个目的,挑拨中燕关系,拉拢印度和压制巴基斯坦。 2月14日,印度中央警备部队,在印控克什米尔地区预袭,造成至少40名军警死亡。 印度政府将矛头指向巴基斯坦及其境内的穆罕默德真组织,称巴为恐怖组织提供庇护。 但巴政府否认,在袭击事件中发挥任何作用。 随后,印巴互派军机实施越境空袭,导致地区热炸风险一度震销沉上。 但随着巴基斯坦释放俘获的印度飞行员,紧张于是有所降温。 3月23日,印度总理莫迪向巴总理以亦武兰汉致信,祝贺大国庆日。 法新社28日称,期货。 德的美方决议草案显示,美国在草案中谴责此次自杀式爆炸事件,并要求将马苏德列入联合国恐怖分子制裁名单。 报道称,目前尚不知联合国安理会,何时对这一草案进行表决,但包括中国在内的五大常任理事国,均有一票奉决权。 印度报叶托拉斯称,这是相关国家首次直接向安理会提出马苏德列宁举一草案。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耿28日表示,相关国家前不久在1267委员会,提出了马苏德的列宁申请。 由于需要更多时间进行全面深入评估,中方于3月13日,对相关列宁申请做出技术性格制。 这符合1267委员会的议事规则,该委员会也有许多技术性格制的先例。 他说,马苏德列宁问题,涉及一系列复杂因素。 中方注意到有关当事方,表达了就此开展对话协商的意愿,中方也一直在积极推动通过对话寻求稳妥的解决办法。 当前形势下,安理会应慎重行事,发挥建设性作用,为有关各方对话协商留出时间或空间。 中方敦促美方尊重当事国的意愿和努力,遵守安理会传统。 美股1267委员会的权威和安理会团结,务必要顺重行事,便宁强行推动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